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我能获得上海第27届白玉兰主角奖感到非常的荣幸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味的这么一个奖 因为今年是我们少白建团30周年 也是我自己从意30周年 另外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获奖的这个剧目是我老师的代表作《琴探》 乐剧《琴探》是戏曲舞台上的规本 它却是乐剧表演艺术家傅全湘先生的代表作 也是陈飞的传承立作 经过两代人的共同努力 痴情女子角桂英的故事 显得更为凄美与动人 《琴探》这个剧目呢 最初的时候是87年 我记得87年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演《行录》 第一次就是向老师 手把手都教我 从《行录》扬告 然后到九几年的时候 是老师把《琴探》 就最后一场活桌也教了我 《琴探》 陈飞 尚余东关人 1983年开始学艺 1986年进入绍兴小百花乐剧团 我愿意来带她 让她以后跟我学 这是傅全湘老师 1987年在绍兴小百花乐剧团 拉着陈飞的手 说的话 从此 陈飞在傅老师的教导下 徜徉在傅派艺术的海洋里 滋滋补卷 乐此不疲 梁柱 琴探 李娃传 孔雀东南飞 以以处出复派的经典剧目 陈飞在傅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 一一继承了下来 刀才能折 胸才能停 要用这条铁 靠着椅子 续住 这样 舞的影像最为好看了 跟老师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会去上海 就住在老师的家里 学习当中 他对我们的要求非常的严 但是在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护我们 他自己是不会做饭的 但是会起个一大早给我们做早饭 还有一些比较有趣味的一些事情 都会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会体现出来 你比如说接电话 打进来的时候 我去接 我拿起电话 喂 你找谁 老师马上就在旁边说了 小鬼 能哪能更能接电话了 那我说老师怎么接啊 能应该说 喂 三年了 能生三年 其实他是这个告诉我 就是让我平时也养成一个发生的一个习惯 不派和奋派合影的梁山夺习惯 不派和奋派合影的梁山夺习惯 是乐剧演出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版 目前也是绍兴小百花演的最多的一个剧目 陈飞扮演的祝英台准确掌握了富派的精髓 深得观众喜爱 我也很喜欢祝英台这么一个人物 这可能就是跟我自己是上语人也有关系 这又是老师的一个非常经典的 在舞台上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舞台人物 教我的时候也是 那你要把祝英台在这个已经改成女装以后的那种妇媚 你要给它做出来 你比如说 这个时候你不要就是很一般的那种表演 他就把从自己那个左脸这样画过来 然后是拖着自己的下巴 再到自己的耳朵让出来 虽然说这是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 但我觉得就是老师在塑造这个人物的同时 他真的是想得非常非常的细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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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我担任了 这个少型小百花的音乐总监 那么跟陈飞的孩子是比较多了 我认为陈飞在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在众多的复派弟子中间 不是比较因为出色 特别是他的唱腔跟表演 唱腔他继承了这个副派的精华 他有爆发力 那么在表演方面呢 他已经有的地方就超越了 傅老师当时演出的色彼 除了继承流派的经典剧目 陈飞竭力拓展自己的戏路 经收并需塑造了许多全新的角色 在根据莎士比亚名剧 麦克白改编的《马龙将军》里 他扮演的僵士性格十分复杂 这个人物的话 他又有一种轻衣 正弹 扑拉弹在里面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 心理的表现他多于外在的 那么我们戏曲要以外在的表现 来体验内在的一些心理活动 所以对演员的表演的功力也是一个考验 《马龙将军》这出戏尽管不演好多年了 但《江氏洗手》这一辙 由于陈飞在舞台上的创造 融会了高难度的唱作剧巧 成为青年演员争相学习 参赛备选的剧目 《高对接셔alo》在这个种类花 《高法语专专呢》 《高等》 他身上东西技术相当好 纹里严正的队友都能来唱作念 一点都不能出来 能够这样子下来 这个是很见功底的 2003年 陈飞开始了 向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冲刺 就在他信心百倍的准备剧目时 命运给他开了个玩笑 有一个技巧动作 就是高台蛮子 翻下来的时候 可能是动作做得不得法 把左脚的一到三个子骨 粉碎性的骨折 那么这个打击 真的是对我是太大太大了 我们全坛上下的人 是卯住了劲 是为我去申报梅花奖 结果我在这个结果眼上 出了这么一个事故 那真的是 我自己都觉得 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那我怎么办呢 只能是安安心心的治疗 尽心的修养 一年以后呢 终于是如愿以偿 这也就应了老师的一句话 坎坷前面是梅景 2005年 陈飞终于获得第二十二届 中国戏剧梅花奖 傅全湘老师亲手做了一张贺卡 陈飞是副派学生当中 第一个获梅花奖的 这也是老师的一份骄傲 陈飞在乐剧界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亲衣 她的所有的演技 唱 作 念 打 她是乐剧界拿不出第二个 争取梅花奖的四个戏当中 花公主是个舞弹 应该说是刀马弹 然后女调是一个新编的现代乐剧 女调里面的技巧已经全了 唱出念打的技巧也全了 然后又来这个乡村姑娘 崔姐姐婚娘家 然后还有一个大清衣的戏 就是陶江 杜石敏陶江 这四个戏就把她的记忆 她的实力全部都展现出来 她平了美以后 她还要不断地盼登高峰 她要不断地寻求这种大清衣的戏 也搞了一个宇宙风 2013年12月 新编原创乐剧《宇宙风》开拍 陈飞又给自己出了个新男人 宇宙风这个戏呢 在之前的南方大使的金剧《宇宙风》 有判举陈伯黄老师的 有玉举陈苏珍老师的《宇宙风》 把这个三位艺术家所演的《宇宙风》 形成了三分的能力 我们少白去移植这个戏来演出 其实对我个人是压力很大 但是反之我觉得也是有动力的 如果说我排这个戏以后 在大清衣的表演上 能够与大清衣的气质比较接近 那也就是上了一格 在大清衣的气质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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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中间我就帮他一起研究他的主要的特点 然后他喜欢演唱的这种特色以外 就是增加了他的这种新的调色 我们用车用来奖毙了把最后的唱唱 比较唱得比较成功 三十年来 陈飞一直行走在传承和创新的舞蹈中 一边继承经典 一边勘托重新 他的艺术成就为戏曲借所主目 他的表演魅力 为观众 所叹 文武兼备 沉稳大气 音色甜料 真假声集合完美 这是许多专家给出的评价 陈飞的舞台绝活水秀 更是神行兼备 在飘舞间诉说着人物心 他在舞台上创造运用的九尺水秀 迄今无人能够超越 特别是乐学界 人家假如有乐界是基本功不太有的 好像觉得你光靠靠地唱 但是绍兴小百花不一样 在陈飞身上就体现了唱作 业大并重的 他那个水秀 他那个功底都体现了非常完美 我觉得 所以是一般的演员是很难得到这一点的 绍兴小百花 每年都有繁重的演出任务 陈飞始终活跃在城市和乡村的舞台上 他和吴宋花 舞台上是好搭档 舞台下是好姐妹 我们也是近三十年的磨合下来之后 我觉得这种默契感 很多人都很羡慕我们 很多人都很羡慕我们 无论有说是陈飞主演 我作为旁边一个小生的衬托 还是我有时候作为一号 他也在旁边蹭托我 陈飞身上有他很多的闪光点 那么通过 近三十年的舞台实践下来 他在舞台上这种台上的气质 他那种驾驭能力 很多观众吧 也是对他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一个动作的不完美 陈飞在体力已经透支的情况下 不厌其烦地重复录制那个动作 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对艺术 陈飞就是这样认真 他容不得自己留下一点瑕疵 我清楚地记得2003年 陈飞真的没话讲 那个世界 一个高台曼制下来了以后 叫国泽了 但是没有放弃他对艺术的这种执着的追求 所以说从这一代演员看到了我们绍兴小百花团队 不断地在为乐剧 为这个事业在传承 在发展 在追求 在努力 艺术的发展 离不开传承 作为成上起下的终生代演员 而今的陈飞更加注重复派传人的发泄和培养 只要学生愿意学 陈飞就乐意交 一批青年复派小花们 在陈飞的呵护下 也逐渐在乐剧舞台上 展露头角 复派地传地址呢 现在活跃在舞台上呢 已经不多了 那么我作为复派的地传地址 我觉得我的肩上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我也要把我几十年 积累下来的艺术 和老师的经典的东西呢 再传授给复派的学生们 希望我们复派艺术呢 能够一直地传承下去 发扬下去 2017年 陈飞还完成了最大的一个心愿 将老师的代表作秦汉 再次搬上了大领域 既是对经典的传承与致敬 更是对复派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能够拜傅老师为师 其实可能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注定 那么这次我们能够把 《勤探》这个剧再次搬上影品 那么因为老师 59年前拍摄的是黑白的 我们这次搬上荧幕的是彩色的 原来我是想把这个影片 作为献给老师的一个礼物 遗憾的是老师看不到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想对复派的传承 我一直在努力 老师在天堂也会看到 不遗憾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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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尺水秀 朗风华 陈飞是刻苦的 陈飞是幸福的 他在舞台上 劲情地挥舞着水秀 出发着他对乐剧事业的热爱 那么浓民 那么年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